请诸位同修先开诸解八百六十三页 八百六十三页 请看第七行 至于为义作会由新出 净影书是云 真解发宗明会新出 该为真实名物发于自新 名为会由新出 这一段的经文跟解释都是告诉我们 释出世间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弄明白 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 因为他恢复了真心 佛的这个心大公无私 不偏不邪 他的心永远是在圣神禅定当中 虽然他自己得到了泄脱 大自在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我们苦难众生 常常会到六道 施法界 施暴土 帮助我们这些苦难众生 破米开悟 这个心的作用很大 他可以生智慧 也能够生烦恼 觉悟的时候生的是智慧 迷的时候就会生烦恼 所以我们如果有执着 有分别 这就把我们的心弄得不亲近 它就会产生种种大小的烦恼 下面引用日本旺希老法师 《无量寿金钞》里面的解释 以往既断 实力忽正 必能正治 不由他生 必有心粗 断一生性 是我们每一个求学的人 应该要做到的 世间的圣人 出世间的圣人 都重视这一点 都把这个性放在首要位置 大家如果看《华严经》里面就讲到 性为道源 功德目 掌养一切诸善根 所以信心是成就菩提大道的根源 它是一切功德之母 母是比喻能生 信心能够产生一切功德 菩萨们把这一点运用得非常好 在此地给我们说 以往既断 实力忽正 真实的理忽正 真实之理就是不可得 必能正治 能正 能正 真理的智慧 能正 真理的智慧 就是实智 无 分别智 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 从心生 所以不由他生 必有心粗 大家看 这个语气又非常肯定 从哪里产生呢 从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出来 后面呢 念老再给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 改为 仙仪永断 这个仙是极小的 极细的 仙仪就是非常威细的疑惑 你能够把他全都断除得干干净净 这个当下 朗然大悟啊 中文说 大测大悟 明信皆信 顿正实力 得一圣道 能正此一圣道之志 必从自心出 绝不从他处生也 像唐朝时候的婚礼大师 他老人家 就能够做到顿正 他是一物 一切物 他是听经刚经 明信见信的 释迦牟尼佛呢 是在菩提书下 阅读明信 大测大悟 进入境界之后 两个人的境界完全一样 当然 他们也 稍后呢 展开了教学的工作 霍伦大师被耽搁了15年 释迦牟尼佛是很快 就从事于教学了 那么教学最终极的目标 是什么呢 就如同此地所说的 得一圣道 这个就是明信见信 您能够明信见信 那就是顿正实力 诸法实相 没有您不知道的 会书讲 断除以往 则智慧自生 有心者 无师 自然智 而不由他污 这个话也讲得非常好 祖师大德所翻译的经典 所解释经文的意思 真的是都相同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下面是念老所解释的 该为所生之智慧 乃无师智与自然智 没有老师教他 他自自然然就明白了 常言说 读书千遍 其自见 这个就是无师智 就是自然智 即使无师智 则不从人得 复是自然智 则不由他生 故云 会有心出 与不由他物也 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要对于经典 这些开示 要相信 并且如法的修行 要把无师智 自然智的道理 真正做出来给别人看 我们做出来之后 他就愿意相信了 所以 这个求学的关键就是在于断移 生性 只要我们学习圣教 还有一丁点的疑惑 这个就是障碍 因此 疑惑 一定要把它扫除得干干净净 八万四千法门跟净土法门相比 净土法门是最容易修的 成就也是最殊胜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关口 就是信心 我们具足十足的信心 纵然没有老师在身边指点我们 我们也能够修成功 像海鲜老师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师父借功长了 只是跟他讲了几句话 你呢 念这句符号 拿摩阿弥陀佛 以后念明白了 不能说 不能乱说 贤功劳上 他最大的长处之一 就是在于老师听话真感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最后呢 真的能够做到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这是现代念佛的一个 最佳的榜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